以一点酱油,之后用低瓜粉拌一下 入锅炸成金黄色备用 3.起油锅爆香锅丝 加味淋挤水后,放入所有食材 煮约30分钟 调味后加入炸好汁胡桃菇 约3分钟后勾芡即可 沪池中华印金协会 邮政华波,沪名中华印金协会 华波账号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金书 佛书经翻结缘品 绝照您的佛性波热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波热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台湾是在台湾下雨的季度吗 台湾是在台湾下雨的季度吗 整年都有下雨的季度吗 雨季是大概什么时候 净当阿爸 没雨季 净当阿爸告诉我 啊 现在是雨季吗 现在是雨季吗 没有 没有雨季 就是要开始了 就是要开始了 就是当雨季的时候 你去看那个河水 你没有办法看到河水中有很多鱼 因为河水变得浑浊了 因为河水变得浑浊了 就像那个米索汤 就是在米索汤里面 你也看不到里面有豆子或豆腐 因为河水就像那样子 但是当雨季停了 那河水变得很清澈 很清洁 于是你再回到同样的河流上 你去看那个河水 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鱼 你可能会觉得 啊 这么多鱼在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 诶 怎么有这么多鱼在这里 它们从哪来的呀 但其实呢 在雨季的时候 那些鱼已经在那里了 但因为那时候河水变得浑浊 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里面的鱼 但是现在河水变得很清澈 接近了 于是你可以看到鱼 于是当你在开始禅修时 你的心变得更沉静更清净了 于是你就可以看到了念头 情绪 看起来好像你比之前 念头更多情绪了 但事实上它们没有变得更多 我们在下一个修行禅修的一个技巧是 我们要运用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任何一个对境 来辅助我们的禅修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像呢 就是这个灯 各位都可以看到这个灯吗 每人都看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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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于是在这里我们就要看着这个灯 而同时让你的心也看着这个灯 好像是把你的心呢 就放在这个灯上 但也不需要过度的去专注 你会想 哦 我要用灯来做禅修 哦 我要用灯来做禅修 好 一二三 然后一二三 灯 哦 其他人也都来不好 哇 你们走 嘘 嘘 嘘 那像这种情形就是太紧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 只是看着灯而已 好 可能一开始我会教各位怎么去看这个灯 哦 我也不是在教你怎么做禅修 哦 我也不是在教你怎么做禅修 所以也不需要用这个灯来做什么禅修 只是看着这盏灯 那其实我根本不需要教你 对不对 你们其实已经是知道怎么去看这灯了 对不对 你们知道怎么去看这个灯吗 你们知道怎么看到这个灯吗 要没有 应该要啊 如果没有 你不能看到这怎么作用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灯吗 看到这个灯的请举手 哦 那就表示你们知道怎么看这个灯 所以我不需要再教你们了 所以现在你们都知道怎么去看这个灯了 同样的 就这样去看这个灯 你们可以看到这盏灯吗 如果看到了请举手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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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容易吧 这很容易吧 对不对 好 现在 现在 就只是看着这盏灯 我们不需要做禅修 现在也请把灯关掉 你们可以看着这个灯 我就看着你们 所以不需要控制你的眼睛的眨眼 现在各位都看到这盏灯了 你是用你的眼睛看着这盏灯 还是用心看着这盏灯呢 或者是两个都有 你可以去检查一下 我的眼睛 我的心 都看着这盏灯 还是只有眼睛看着这盏灯 是我用眼睛跟心同时都看到这盏灯 还是我只是用眼睛看到这盏灯 我的眼睛看着这盏灯 我的眼睛看着这盏灯 可能我的眼睛看着这盏灯 但是我的心呢 却看到的是刷刷锅 现在请把灯打开 觉得如何呢 你只看到这盏灯 只有眼睛看到这盏灯 但是你的心却看到了刷刷锅 刷刷锅 刷刷锅 所以你是只有你的眼睛看到了这盏灯 但是你的心却是看到了刷刷锅 刷刷锅 是一个例子 也许你心里看到的又是很多别的东西 或者你的眼睛跟心同时都能看到这盏灯 所以我的眼睛看到的就是灯灯 但是心却看到的是其它的东西的话 请举手 那我会再问其它的一个问题 那你是否觉得说有这么几秒是你的眼睛跟心都同时在这盏灯上的,都看到这盏灯的吗? 有没有,有的请举手,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不可能,就是让你的眼睛跟心都同时看到这盏灯的,即便一秒都没有办法,甚至你这一生中都没有这样过的,请举手。 所以你们其实都已经了解了,如何运用外在的色相,现象去禅修。 各位懂吗? 就是你知道,但是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知道,怎么样的用这个去禅修。 所以我会再介绍。 所谓运用外在的一个色相做禅修就是,那么拿着灯为例子,就是你的眼睛跟心都同时能够看到这盏灯,那这就是色相的禅修。 但是非常短暂的。 大概只有几秒。 灯。 然后就想到,我这个最后要做什么吗? 灯。 再看到灯。 再看到灯。 我明天要做什么呢? 灯。 再看到灯。 肚子饿。 灯。 再看到灯。 这个课程真久。 灯。 再看灯。 这个课程蛮好的,对我蛮有用的。 再看到灯。 外面还在下雨吗? 再看到灯。 这样是可以的。 没有关系。 我们称这种情况呢,就要做青蛙跳禅修。 所以在以后呢,慢慢的你们就会变成叫做狮子站立的那种禅修。 但现在你们的禅修呢,还是青蛙跳的禅修。 所以慢慢的这个青蛙跳式的禅修,就会转化进步,成为是那种狮子威武站立的那种禅修。 所以现在呢,这种青蛙跳的禅修就对我们来说是可以的啦。 各位这样的青蛙。 怎么说? 台湾的青蛙怎么说? 台湾的那个青花的话是怎么讲 就是呱呱呱 就像这样 没有关系 当你看着这个灯时 你可能会有四种不同的体会 可以说有四种不舒适的一种感觉 第一种 你看到了变成两个灯 变成水 变成两个了 可能是你变斗鸡眼了 所以你本来看着是一个灯的 结果变成了两个 为什么呢 但是其实这也没有关系 于是第二个 这个灯变得不清晰了 变得很明显 变得很明显 或者是很阴霾 或者是很霧 或者是很黑掉 有的时候就变成是好像暗掉了 或者是变得不清楚 不清晰了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 第三种 第三种是看起来这个灯好像在移动 就好像在那动着 你感觉自己也在跟着移动 然后还觉得有点头晕了 然后还觉得有点头晕了 这都可以 第三 第三 第四 你觉得眼睛有刺痛 你几乎没有办法去向外去看一个对镜 甚至流点眼泪 那其实这些都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的 这是正常的 慢慢来 不用担心 所以我的中文就是只能讲几个词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不用担心 这是正常的 如果你看到那两个 那就觉知到那两个 于是你就有两个 辅助者 辅助于你的禅修 所以比起一个来说 现在有两个禅修的辅助者 那不是更好吗 如果不清晰时 那你就去觉知 看着那个不清晰 那如果这个灯就是在移动 那你就看着它那个移动 那你就看着它那个移动 如果你觉得眼睛有刺痛时 那你就去感觉 或专注在你那个刺痛的感受上 于是这样子的刺痛或不舒适的感觉 就成为了你保持禅修的一个辅助 于是这样子的刺痛或不舒适的感觉 那在下一个禅修的技巧是 闻味道 但你们现在没有什么味道 但你们现在没有什么味道 有没有 有吗 我认为很快 很快你就会有些味道了 因为各位晚上要去吃晚餐 尤其是你吃臭豆腐 你就会找到一个对你的禅修很有帮助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对境 因为如果没有味道的话 我们也无法做味道禅修 所以因此没有味道我们就无法运用味道去做禅修 但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一起来练习味道的禅修 但是我会给各位一些功课 在我们这个课程结束之后 你们都要去吃晚餐是不是 有时那时候你就可以运用味道来做禅修 尤其你吃臭豆腐的话 那么就去觉知感受那个臭豆腐的味道 但如果你不喜欢臭豆腐那也可以 你可以找到其他的对境的 任何的味道都吸 当你感觉到鼻子闻到味道了 那么你的心就去觉知到那个味道 鼻子和你的心是一起的 当然你吸气时你可以闻到味道 可是吐气的时候你就闻不到味道了 所以在吐气的时候你的心就可以保持在一个开放宽广的当下 那就像早上所讲到的不去做什么禅修 就保持在一个孩童的心的状态 或者是你现在大家有带糖果吗? 好像我们这边有准备 好像我们这边有准备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糖果 好 好吃的东西 你们等一下一点点 全部都知道了吗? 好 这就是吃的禅修 或是吃的禅修 或是常味道的禅修 也就是用我们的味觉 常味道来做禅修 所以为了要有味觉 所以我们需要有些吃的味道 你怎么去做味觉的禅修呢? 你也可以说 如果没有这些味道 你怎么去做味觉的禅修呢? 你也可以说 吃的禅修练习时 你怎么去做味觉的禅修呢? 你也可以说 吃的禅修练习时 如果没有吃的东西 那又怎么去练习吃的禅修呢? 所以我给你 你拿到糖 还是糖 你拿到的是这种腰果 我拿到的是腰果 没关系 这个腰果的味道也不错 那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是去感觉到那个味道 你的舌头 当你的舌头能够感受到这个味道时 同时让你的心也去觉知到那个味道 就是这样 很简单,对不对? 你的身体是放松的 然后你的嘴巴也放松 喉咙也放松 不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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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常地去吃 这样就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不是拿到腰果 你就没有办法咬着这样子吃 那所以如果你拿到的是糖果时 你就只是把糖果放在嘴里 然后让这个糖果 因为它在嘴里左右的在那里 就是到处走 那你就感觉到那个糖果的味道 所以你现在不要把全部都吃不掉 等一等 所以轻等一等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练习了 结束了 结束了 糖果有什么 有没有 还是你们已经把糖果吃了 那现在我们要开始了 这里我们不需要把灯关掉 眼睛召开或闭起来都没有关系 那现在请把这个糖果拿在手上 如果你已经吃了也没有关系 不过还没吃的先拿着 然后开始吃 然后开始吃 然后慢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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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的心也一起跟著這個味覺, 去覺知到味道。 我的果仁已經吃完了。 如果你水裏還有的糖果, 就還是持續的覺知到糖果的味道。 所以我自己還是進入, 將心是按住到無休的,沒有禪休的狀態。 如果你的糖果吃完或腰果吃完的話, 你也可以將心放在無禪休的狀態。 你將心放在無禪休的狀態。 你沒有什麼特別的, 也沒有什麼專注的。 但你也沒有丟失。 好像還是有什麼在那裏。 有的感覺, 感覺到是沒有丟失的。 有些人的感覺, 有些人的感覺是持續的。 有些人會感覺到, 好像是你覺察到自己的覺知。 什麼是丟失的感覺呢? 就像這樣。 你在說什麼呀? 這就表示丟失了。 也就是你的心不在這裏了。 身體在這裏。 心已經跑到了劇院去了。 可能跑去看那種很有趣的電影去了。 但所謂不丟失就是心還在這裏。 無所謂的念頭, 它還來來去去。 那裏仍然有著一種覺知。 也就是沒有任何需要專注焦點的一種覺知、覺察。 也就是覺察到那個覺知的本身。 或者說是幼童的心。 你可以看到, 你聽得到, 但沒有概念。 但是你沒有辦法保持這種狀態太久。 只有幾秒, 只有幾秒, 就丟了。 可是又再帶回來。 又幾秒, 又丟了。 只有幾秒。 我並沒有在說是幾分鐘。 是幾秒。 但是一再的練習。 一再的。 再練習。 然後它就會變得長。 越來越長。 更長。 於是心變得更快樂了。 身體呢也變得更輕盈了。 然後於是到最後, 你就會變成是殭屍。 你的心。 沒有, 這是開玩笑的。 是完全相反的。 你的心會是打開的。 於是你的心就變得更清晰了。 更有智慧。 然後心也變得更能夠運作。 於是也說呢, 就增長了智慧。 慈悲。 你不會變成是殭屍。 所以有些人會想說, 有些人會想說, 什麼是孩童的心啊? 如果我這樣一直做, 到頭來會不會變成就是這樣子, 傻掉了。 那麽到現在為止, 我們已經學到了, 如何透過色相、聲音、味道, 還有腸的味道, 來練習禪修。 有多少人是喜歡色相禪修的? 請舉手。 你覺得看色相禪修呢? 是對我比較有幫助的。 我也比較喜歡做這個練習的。 請舉手。 沒有很多。 那麼聲音的。 很多。 那聞味道還沒有。 那嘗嘗味道的呢? 好。 這個方法, 你可以選擇, 哪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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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喜歡的方法。 你可以開始。 所以, 你可以選擇, 如果你覺得哪一個方法對你來說比較適合, 你也比較喜歡的話, 那你就可以學那個, 作為開始的練習。 所以, 你不用擔心說, 我到底該選哪一個。 哪一個對你來說比較容易, 比較清晰的, 你就用哪一個。 直到你厭倦為止。 直到你厭倦為止。 因為可能過一陣子, 你就會覺得, 那個同樣的方法變得不清晰, 然後你很厭煩,很疲倦, 覺得沒理了。 因為現在, 大家都蠻喜歡的是聲音禪修的。 但是, 當你一再去練習, 去聽著聲音時, 可能過一陣子。 你就不太喜歡了。 今天要聽聲音。 明天也是聲音。 後天還是聲音。 天啊! 我還得再聽那些聲音。 我喜歡禪修。 但我不喜歡聽聲音了。 就會這樣。 這也可以。 停止你的聲音禪修。 可以運用色相來做禪修。 一開始你覺得蠻快樂的。 我以為, 色相禪修對我來說不怎麼好。 但沒想到不是這樣。 現在, 色相禪修對我很有幫助。 我可能跟色相禪修有特別的意義。 我之前都不知道。 只有今天我才發現。 於是一開始的時候, 色相覺得很好的。 很新鮮。 但是, 隔天, 就還可以了。 在幾天之後, 摩摩。 摩摩咕咕咕。 摩摩咕咕咕。 摩摩咕咕。 摩摩咕咕咕。 不明顯。 累了。 有點疲倦。 也許那在換成是聞味道的禪修。 吃的禪修。 但不要吃太多。 但不要吃太多。 阿龍, 你會有胖胖的禪修。 要不然就會有胖胖的禪修。 首先, 有些問題。 在這裡, 我們已經有些問題了。 所以我們開始回答這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可否以心理默念阿彌陀佛為所願而練習禪修, 如何做? 是可以的,沒問題。 我會教你後來, 如何做這個練習。 那也許我之後還會再教到, 怎麼來做這個練習。 所以, 再下一個問題是, 我以前修學禪修, 強調所願禁都固定在一個上面。 例如關呼吸或鼠吸, 不要改變所願。 而人目前所教的法, 是當感到厭凡時, 可以改變所願。 例如從聽聲音到看色相。 但我有個疑問, 這樣會不會跟著新的習慣走? 就是不耐煩, 就換一個遠景。 沒有問題。 因為你還是在持續的那一個覺知。 就是有一個正念它是一直持續著的。 即便你改變了不同的對勁。 即便你改變了不同的對勁。 但是那個覺知還在持續著。 或是說正念還是持續著。 所以是沒問題的。 但覺知就好像是河流。 河流。 河流會流到不同的地方。 但它是持續地流動。 它可能會流在山上, 村子裡頭,城市裡頭, 甚至流到大海。 所以你的覺知就好像是河流。 可以說是覺知或你的正念。 那什麼是覺知跟正念的意義呢? 比如說我們在聽著聲音。 我們稱之為正念。 所以你可能先聽到聲音, 然後再覺知到你看的這個鏡像等等。 那個是可以移動的。 下一個問題是, 如果某次禪修選擇色相禪修, 到一半時突然有氣味傳來。 此時應該維持色相, 亦或可以轉換為嗅覺的禪修。 有可能同時專注於一個以上的修持方法嗎? 比如同時聲音加嗅覺。 這是有點困難。 如果你做得到的話那也可以, 但是是蠻困難的。 阿美。 可以,我是OK啦。 但你也可以一次專注三個也可以。 那就是隨你的。 所以在請問說, 聽聲音課程中, 他聽到鳥聲, 就是有大小遠近, 還有有跟無, 來回跑著。 同時也看到他的心是跟著這種大小遠近, 有無也來回跑, 所以很累。 也看到心停下來的片刻。 這是我們要的片刻嗎? 如果這個片刻拉長可稱作心啊, 或稱靈, 或叫做靜, 它是不是就是那個說出來的什麼東西呢? 那這樣聽起來呢, 你可能會有些期待。 也就是说你对于禅修的认识是 你觉得禅修就是要专注 是不能动的 是要能够保持在一个对境上的 当然禅修的意义是说保持专一 或者是能够对于一个对境有正面 但是你仍然能够去觉知到任何在动的情况 也可以说是一切的现象 即便它是动的或者是抓住在一个对境上 或者是不同的对境上 当然你感觉到你专注在一个对境上也是禅修 心是放松安住没有乱跑出去 这样外境是外境 有作用能够看能够听能够长 但心是心安静的清除的心 这样的禅修是否错了 因为心和禅是分开的 但又同时一起观照全部 这是没有错的 这是一个好的体验 但不会持久 就会改变的 今天是这样子 明天可能又不见了 所以就像是股票一样 但这也可以 就是对于目前来说 然后慢慢的就会变得稳定了 然后静坐禅修时昏尘 可否干脆入睡 入睡眠余前 如一真正的洗眠时间是晚上躺下 他眼睛想握光明的 做光明响还有持咒 念头都会持续 所以不易熟睡 所以白天感到疲累 打坐的时候反而容易睡觉 容易入眠 那你可以改变 如果你想要做睡眠禅修的话 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睡眠时 你就可以从禅修开始入睡 那如果每一次你一禅修就想睡觉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做到禅修了 所以我会教各位睡觉禅修 之后是之后会教到 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OK 我就是想要睡觉 我才能睡觉 我才能睡得很不odka 所以你必须要想说 我一定要睡觉 如果我不能睡觉 就觉得不好 我想我要睡覺 拜託 請睡眠趕快過來吧 我要睡覺了 真棒 睡衣又跑了 於是你就沒有辦法睡覺了 所以無論你不用擔心你到底能睡還是不能睡著 只是躺在床上 你就想不能睡也可以 我只是要休息 只是放鬆你的身體 昨天我教各位如何放鬆你的身體 就像這樣 如果說你的身體有很強烈的緊繃 那麼就去覺察到那樣的緊繃 然後隨它去 那麼你就想 即便我不能睡也沒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能夠這樣去休息 那它幾乎它的好處是跟你睡著是一樣的 但你有很多的時間來睡眠 也許有七個或八個小時 那如果你對睡眠有很強烈的期待 如果你覺得我不能睡 我不能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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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你的身體自然緊繃 心也緊繃 於是你無法休息 於是你就很疲倦 你不和我只在睡眠 很難的 你無法休息 於是你發生的 即便我不能睡 也沒關系 我只是這麼休息著 其實公只是這樣休息 他的好處利益 也如同睡眠一樣的 幾乎一樣 而且反而更容易入睡 因為有些人說,當他做禪修,就很容易入睡。 類似這樣。 尤其你能感覺到身體重量, 重量, 你覺得身體一種沉重,然後覺得一種放鬆。 當然也要保持這個溫度適中,不要過熱。 尤其是腳。 如果腳變得太熱,就睡不著了。 有時候可以把腳伸出被子,然後涼一點。 那就比較容易睡著。 但是上半身能夠保持比較溫暖,是可以的。 講完了。 還有呢,您說現在的世界只是往下沉了的時代, 對於智心修行的人肉出家,因緣未至。 是否可以請求開始我們如何在這個, 以商業邏輯為主的世界深層修行呢? 就像這些講的修行一樣。 運用這些修行的方法,你就能夠用在日常生活中。 無論是任何樣子的情況。 就是各種的色、聲、香、味、處。 都可以這麼用,保持新的平衡。 如果你有任何的障礙或困難問題,那就試著去接受它。 好的,最後一個。 我突然覺得我身邊的一切的人事物變得好假。 好假喔。 我明明感覺到它們的存在。 那為什麼會有如此的感覺呢? 我其實蠻不喜歡這個世界。 因為世界好像越來越糟。 我看到很難過,我會想哭。 我一直強迫自己,不要去想這個問題。 可是每天一睜開眼睛,就會不自覺地想到, 我真是擔心我是不是有神經病啊。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感受的轉化成為初禮心。 如果你覺得這些不好, 我是不是瘋了,神經病了,誰知道呢? 好像是不少的這種感覺。 於是這就變得更困難了。 於是你就想了,這就是一種初禮心。 所以你可以想,我已經了解到,這個輪迴是沒有意義的。 我看到人回都好像是夢一樣。 那這就是一種空性的一種感受。 這是多好呀。 於是你把這樣子的一些感受,就可以轉化成正面了。 我會告訴你一個故事。 我會告訴你一個故事。 兩個故事。 沒有,真正的故事。 真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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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久以前。 不過也沒有太久以前。 在1998年的時候。 我跟各位說過,我第一次到美國的時候。 那是有一個人來跟我見客。 所以有一個女士來見我。 所以她就有一種完全沒有信心,失去自信的一種情況。 她總是想自己很糟。 但是失敗者。 我自己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誰知道我現在在製造麻煩呢? 我到底做對還做錯的呢? 也許錯了吧。 那我的父母也不喜歡我。 那我的父母也不喜歡我。 我想其他的人也都不喜歡我。 她總是這麼想。 於是她就問我一些建議。 但是我實在不理解她在講什麼。 那時候,我連英文也聽不懂。 那旁邊有一位翻譯。 她覺得非常痛苦。 但是我不理解她所講的。 她在講什麼。 因為在Tibetan的文化, 我們現在不是在年輕人。 我們都在年輕人。 我都在年輕人。 我都在年輕人。 所以,我們沒有這麼多人。 所以,事實上對我們西藏人來說, 當然西一代的藏族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比如說這種自我否定啊等等。 但是,我們現在說她是屬於一種老一輩的藏人。 不過也不是可能她生長於那種老一輩藏人的環境裡頭。 所以,不知道這種病情或這種情況是沒有的。 但在西方很多人就有這樣的問題。 我不知道在台灣是不是這樣。 所以她請求我的幫忙。 但是我完全不了解她在講什麼。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給她什麼建議。 所以我試著很努力去理解。 但是我沒有辦法幫到她。 然後我問其他人, 我問其他人什麼感覺。 於是之後我就問很多人說, 到底那個感覺是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大家就跟我講很多關於那個情況或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開始去想像我自己也有這種自我否定, 就是沒有細心的那種感覺。 我就想我是很壞的。 你多失敗啊。 就是試著去想就是完全自我否定的這種。 有一天,她真的完全生起了這種自我否定的這種感覺。 那時候她非常高興。 我產生了自我否定感, 但是之後呢,就感到很高興。 我終於有這種感覺了。 就是對於你的看法是如何。 因為我需要去了解這種自我否定感。 我去尋找那種自我否定感。 當然也許對於你的動機。 因為我必須要去體會到這種自我否定的感覺。 才能夠給別人建議。 才能去幫助他人。 所以當我一旦生起了這種自我否定感。 我是非常高興的。 是非常高興的。 不持臺灣救狗協會 郵政跨波 滬名 臺灣救狗協會 跨波帳號 50016766 50016766 銀行帳號 銀行貸號 土地銀行 005 帳號 012 001 198 660 012 001 198 660 以任養代替購買 給浪浪一個溫暖的家。 2022 聖誕草地派對 音樂 工藝 市集 野餐 活動日期 12月25日 星期日 下午1點到5點 活動地點 新莊國民小學 南投縣 草屯鎮 新莊三路 32號 精彩活動內容 聖誕派對 音樂表演 歌仔戲表演 草地野餐 跳蚤一賣 蔬食夜市 小農市集 做回饋社會的事 當日活動所得及募捐善款 將全數捐贈 以發展偏鄉教育 幫助弱勢家庭 協助身心障礙及獨居老人 讓愛充滿力量 用愛看見希望 主辦單位 臺灣 Kina 偏鄉教育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 南投縣 草屯鎮 新莊國民小學 佛教慈悲之夜 基金會 南投分會 新逢世家 摩尼佛成道日 世尊成道日 佛子共祈願 感念十方眾 殊食共享夜 特舉辦神州中民祈福法會 即歲末聯誼餐會 公勤 廣護法師主法 及法務指導聲眾 共同領眾 日期12月30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9點開始 地點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20號 電話03-989-9319 03-989-9319 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義共睦福恩 疫情期間參與共修 請務必遵守防疫規定 十地菩薩的現前地菩薩 是六地的菩薩 他圓滿了般若智慧 經常安住在滅淨定中 滅淨定 是心與心所皆滅淨的禪定 以及六四之心作用 皆滅淨的精神統一狀態 他不其有漏心事分別 就在滅淨中